1986年10月 刘伯承元帅恶然尝试 邓公得知消息后是悲痛万分 他不但第一时间前去探望了老搭档的家属 还亲自着手安排一切至丧事宜 然而邓公在看到至丧名单时 却忍不住果然大怒 只因上面少了一个人 上集说到 刘帅与邓公的关系非浅 在多年并肩作战中 两人结下身后的革命友谊 即便邓公身处了波云诡论之中 刘伯承仍要想尽办法为他铺路 因此在获知刘伯承去世的消息后 邓公是悲痛欲绝 葬礼那天 邓公一家来得最早 邓公夫人卓琳和刘帅夫人汪荣华抱头痛 邓公自己则久久佇立在老搭档的林前 凝视者 臀死者 意义不放 任由泪水顺着脸颊无声息地流下来 恰逢此时 工作人员悄悄走了 交给邓公一份智商委员会名单 邓公仔仔细细看完后 突然火冒三丈 怒吼道 怎么没有萧永盈 其实 这个萧永盈 曾经是刘董徽下的一员虎将 他少时入伍 一枚萧勇善战 屡立起功 获得了前往1290进修的机会 继而与刘等结识 并且深得二人欣赏 刘伯承甚至为了栽培他 亲自教求他军事经验作诈方法 萧永盈自己也是勤奋好选 每一枚打了胜仗 都是第一时间向刘伯承回复 可以说 在整个战争年代 萧永盈始终跟随刘邓打局 力保指挥部的安全 是刘帅和邓公最忠爱的部下 新中国成立后 虽然萧永盈被派往了南军军区担任要职 和刘伯承邓小平见面的机会少了很多 可他一有空便来探望这两位老领党 特别是在刘伯承缠绵病榻 以医院为家的那几年里 萧永盈更是天天往医院跑 正是因为深知萧永盈和刘伯承之间的情谊 邓公在看到智商名单上 没有萧永盈的名字时 才会勃然打门 并立即派人通知了萧永盈来参加葬礼 而此时身在南京的萧永盈 一接到消息便立即坐飞机奔赴北京 送老领导最后一场 都说难而流血不流泪 只因未到伤心事 萧永盈一路风尘仆仆直奔离 一见到老领导刘伯承的官国便放声打呼 这便是老一辈革命者间的深厚情意 危难之时相互扶持 彼此依靠相知相惜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